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老五的特伴们 我是老五,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 中国外长王毅会见了菲律宾的外长马纳罗 从这场会谈的这个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争议 基本上划了一个段落呀 不过呢,我也相信啊 有些同学会说啊 那菲律宾那艘破船还在呢 但是大家要看清楚中国的一个玩法 维典打圆,已经打出来了一个成果 中国到底是打出来了什么样的成果呢 这个维典打圆又是什么呢 哎,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跟大家聊聊啊 中国外长王毅啊 与菲律宾外长马纳罗这场会谈都谈了什么呀 咱们看看新闻的本身啊 这个王毅称啊 中非是隔海相望的近邻 牧林友好互利合作 共谋发展符合两国根本利益 中非交往近年来啊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一再证明良好的关系建设起来不容易啊 破坏起来却很容易 当前中非关系又面临严重困难挑战 根源在非方一再违背双方共识的自身承诺 不断推进海上侵权 并放大舆论炒作 中方对此严重的关切 坚决的反对啊 非非方如果引入美国中导系统 将制造地区紧张对立 引发军备竞赛 完全不符合菲律宾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王毅说 中方近日就人爱交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问题 同菲律宾达成临时性安排 以维护海上局势稳定 关键是非方要履行承诺 不要再啊 招令西凯 出而反而 不要再反复倒退 节外生枝 否则中方必将予以坚决的回应 然后啊 讲完这段话啊 咱们来聊聊啊 王毅讲的这些话的一个意思啊 后边的一部分内容啊 咱们待会儿再聊啊 咱们一部分讲完再聊下一部分啊 王毅啊 讲的这段话就是要求非方啊 要履行承诺 不要再招令西凯 出而反而 不要再反复倒退 节外生枝 我相信啊 有些同学会有一些啊 意见 这个菲律宾啊 他不懂啊 不懂遵守这个道义 菲律宾不是君子啊 就不要跟菲律宾搞什么君子的协议 所以说干就完了啊 很多同学都是这种观点 咱们来聊聊啊 王毅讲的这段话 跟很多同学这种认为啊 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关联啊 首先呢 大家都知道啊 中国一直讲的两句话 对不对 第一句话 那就是物为言之不欲 很多同学啊 也很爱引用中国的另外一句古话 那就是 畏微而不怀德 对不对 你啊 这种这种小国 你这种啊 小不大点的小屁国 对不对 你又没什么能力 你又没什么实力 你天天的啊 不求上 不求上进 天天跟中国顶着来啊 你面对中国这个大国 你老是啊 这个畏微而不怀德 很多同学觉得这些话都特别的爽 对不对 无为言之不欲 打死你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畏微而不怀德 对你畏微 你只畏微 那行 我叫打死你 总而言之 很多同学都觉得这些话特别的硬 但是呢 有那么一个前提 要讲这两句话 这个前提是什么呢 畏微而不怀德的不怀德 你怎么做 对不对 你怎么证明他不怀德 你怎么证明他就是欠揍 对不对 对他好 他不懂 他就欠揍 你怎么证明这件事 你得先对他好啊 你得先有德政啊 对不对啊 所以说做好这些事情 前面的事情 你得铺垫起来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得啊 我跟你用君子协定啊 我把你当君子啊 你不遵守这个承诺 你挨揍啊 对不对 而且呢 我得证明 你不遵守君子协定 之前中国已经证明了 对不对 与啊 菲律宾军方的那个 那个将领 对不对 那个通话都已经放了出来 然后证明了你啊 跟我有这个君子的协议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不遵守 那是你不遵守 所以说呢 你不遵守你啊 这个不怀德呀 我跟你有德政 我把你当君子 对不对 结果你不遵守 那我打你 你别赖我 这也就有了 物为言之不欲啊 很多同学都特别在乎 最后的那件事 就是打 打打打 打打打 对不对 除了打就不知道 别的东西 除了打就不知道 不怀德的德如何做 物为言之不欲 你那个欲如何做 你得先有欲 才能够说得出来 物为言之不欲 你那个欲在哪里啊 现在就在的就是 现在做的就是啊 你要欲 你要让他知道 你的德政在这 他不遵守 他自己承担那个代价 对不对 王毅啊 作为啊 中国的外长 现在对菲律宾 讲的这些话 其实已经非常的重了 一点脸面都不给啊 这个菲律宾人来留 外交方面讲话 都是绕来绕去的 外交方面讲话 大家都是小心翼翼的 结果呢 你看王毅 现在讲的这些话 对不对 你敢啊 你如果敢引入啊 美国的这个中导系统 这个将制造啊 这个地区的紧张对立 引发军备竞赛 这就不符合你菲律宾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了啊 这话讲的 其实啊 好听 外交方面当然要讲好听的话 但是的话 你琢磨琢磨琢磨 这里边的味道 你再引入啊 这个菲律宾啊 美国的这个 这个中导系统 对不对 你就不符合菲律宾人民的 这个利益和愿望了 那就会伤害菲律宾人民的利益 你自己掂量掂量 这是外交方面能够讲到头了 这些话 我跟各位讲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态度 对不对 中国一直以来玩的全是这些东西 对不对 也就是大家所引述的 物为言之不欲 以及卫威而不怀德 这都是中国历史一直在玩的 中国为什么这样去玩 太麻烦了 打他就打他不就得了吗 对不对 干死你 不就得 你这玩意你就 你就欠揍 你卫威 对不对 谁厉害 你怕谁 所以我打你就行了 非得要加个不怀德 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一直以来玩的是王道 对不对 不是玩霸道 玩霸道就是我看谁不睡眼 我就干谁 美国一直以来就如此 美国现在也正在为自己的霸道 付出那个代价 为什么呢 你是霸道 你是好硬硬 对不对 你打听打听 谁是萨达姆 哪个叫卡扎菲 还有那个米洛守维奇 对不对 打听打听 这三位都是什么人 美国78天干掉一个国家 南斯拉夫 这个国家从地球消失 分裂成几个国家 这就美国强的地方啊 美国当年打南斯拉夫 怎么打的 对不对 最一开始就派了一个航母编队啊 后来就派了三十 三个啊 航母编队 总共也就是二三十 二三十条船 三十多条船嘛 对不对 就用轰炸的方式 就把南斯拉夫给打怂了 你说美国硬不硬 两个半月 两个半月 南斯拉夫 当年在欧洲 不算是一个弱国 特别弱 特别小的一个国呀 两千多辆坦克 三五百架这个战斗机 结果呢 拥有这样 对 当时的这个 南斯拉夫 还有大量的 萨姆二 萨姆三 防空的网络 结果呢 就干不了美国 美国那个时候就是强 对不对 结果走到今天 美国在红海 被这个游击队追着玩 对不对 美国在这个 俄乌战场上面 拿着美国武器的啊 这个乌克兰的这些士兵 干不过啊 只有剩下半口气的俄国 对不对 当年靠着美国人啊 成为这个中东地区 小霸王的 那个小椅子 对不对 结果走到今天 怎么连个 照样是打邮局的 也打不了 打的 打的自己丢人现眼 这个互联网之上 出现了大量那种 对不对 那种体操 那种打坦克的体操 对不对 然后他 你就说这是美国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你 你是事实让大家看到了你美国越来越弱了 你弱了之后你不敢招人了 对不对 你弱了之后你不敢惹别人了 对不对 那大家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那大家就得起反心了 尤其是东南亚这一块 尤其是菲律宾 菲律宾在东南亚 那是美国最后一块堡垒啊 东南亚这片地区 咱们不说中南半岛 就是说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 对不对 文莱啊等等等等 这些国家 包含泰国 对不对 包含泰国包含菲律宾 就这一圈 对不对 靠近南海这一圈的这些国家 原来都是亲美的 那是意识形态上亲美 我跟大家引述的就是 蒋介石在1949年去台湾岛之前 跟东南亚这些国家 搞的这个亚洲人民反共联盟 对不对 创始国泰国菲律宾 然后还有这个南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啊 蒋介石就靠着美国的影响力 就能够在东南亚建立起来 一个所谓的反 亚洲人民反共联盟 这个联盟到现在还都活着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之前跟大家讲过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啊 这个华人政党 马华 那是 那是啊 这个出身子 这个国民党的体系啊 马来西亚独立之后 第一任的财政部长 就是马华的 这个财政部长就是 就是这个这个国民党的 这个中校还是少校 对不对 你就知道当时 这个马来西亚 或者东南亚这边国家吧 这边地区 然后对于意识形态上的 那个导向到底什么样 它是非常接近美国那套意识形态 对不对 结果呢 走到今天 美国就剩下菲律宾了 为什么呢 菲律宾曾经美国的殖民地啊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菲律宾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土 非常的有意思 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呀 与啊 印度尼西亚呀 都有接近 没有接壤啊 都是岛国嘛 都有接近的一些地区 结果呢 接近地区大量的岛屿 都归属于菲律宾 对不对 然后印尼啊 这个跟菲律宾接近的地方啊 没有一些啊 这个外边散步的一些岛子啊 这样的一些领土 全都是啊 这个这个 全都是菲律宾占的 为什么呢 就因为菲律宾背靠美国嘛 对不对 菲律宾就占了很多啊 这个 这个接近啊 印尼接近马来西亚的一些岛 菲律宾啊 靠着美国人吃香荷辣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结果走到今天 东南亚这些国家 原来跟美国意识形态 相接近的这些国家 基本上都快跟美国翻脸了 印度尼西亚说南海的争议 你美国是预外国家走人 马来西亚说 台湾海峡打不起来 打起来都赖你美国 这话的意思就是不赖中国 对对 跟你美国是直接的关系 有坏人坏人是你美国 原来意识形态全都是啊 配合美国的这片地区 现在变得都快直接跟美国人叫板了 又剩下菲律宾了 为什么呢 菲律宾原来靠着美国人得利啊 可是呢 哪怕是这样的一个菲律宾 走到今天 敢跟中国顶着来吗 中国是怎么玩的围点打圆吗 围住菲律宾这个点 南海周边的这些国家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泰国 越南这些国家怎么表的 对不对 你去支援菲律宾的 支援得了吗 谁支援菲律宾 谁倒霉 这就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大家都要发展 菲律宾原来啊 来中国访问 小马克思来中国访问 那个时候都在中国给菲律宾谈了很多的好协议啊 什么工厂的工业的 对不对 什么新能源的都跟菲律宾合作 结果呢 你菲律宾非得搞事 你什么都没了 结果现在呢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泰国 对不对 柬埔寨 这些国家 什么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厂啊 电池的厂啊 出来了一大堆 为什么呢 大家要发展呢 所以说呢 这片地区 然后呢 直接间接的 间接的围住了这个菲律宾呢 打圆 外边人没人援住你菲律宾 只有美国来 美国来什么结果呀 对不对 美国的这个两两个航母编队 林肯号 罗斯福号 对不对 两个航母编队被中国的三艘大区 万吨大区挤出南海 结果美国媒体 扫眉打眼啊 这出来啊 做这个新闻讨论呢 在南海如果 如何跟这个中国进行博弈呢 如何啊 针对中国的三个啊 这个055的万吨大区呢 如何呢 美国不讨论啊 美国媒体不讨论 使用他的航母来针对啊 这个中国的万吨大区 他讨论的是盟友VS万吨大区 拿着盟友的脑袋 跟这个中国的055在那对干 那你那点盟友拿什么 跟中国的055对干呢 拿人命啊 拿脑袋接这个055的导弹呢 这就是美国人玩的 美国人越 美国人也支援不了这个菲律宾 所以说呢 对不对 威点打员 威点打员 你就剩下一条路 要不然起义 要不然对不对 打死你 对不对 这就是啊 老共一直以来传统战法 威点打员嘛 外边的势力 你来多少死多少 你美国在这耗着是吧 你耗着 我让全世界看一看 你美国两个航母编队 怎么背挤走 你美国航母编队背挤走 那大家一看好嘛 这不是原来那个 好强强好棒棒的 那个美国了 那什么样的一个美国呀 那就是啊 对不对 面对中国也不敢下手 扫眉大眼走人的 那个美国 对不对 谁来谁吃亏 谁帮你谁倒霉 那你自己选吧 对不对 然后这个王毅指出啊 这个中非关系啊 目前站在十字路口 面临何取何从的选择 冲突对抗 没有冲路啊 这个对话协商才是正道 希望非方认真思考中非关系 未来之路 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双边关系啊 早日重回正轨啊 总而言之啊 这段话其实啊 简单解释啊 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其实就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最后的一部分内容 是死是活自己选 唯点打员 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 对不对 外部谁能够支持你 菲律宾台湾岛 台湾岛自求多福 台湾岛能支持你吗 之前日本人也能支持菲律宾 之前跟大家讲过嘛 日本给这个菲律宾的援助啊 给了三百多个亿的人民币 后来第二天就出现了 菲律宾给美国人重开四个 这个军事基地的这样的一个新闻 日本人也在援助援助援助菲律宾 对不对 结果呢 日本人不听话是吧 日本会有什么样结果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对不对 然后日本人现在承受着美国人的压力 对不对 中国这边也不啊 也不啊 对这个日本人有多放松 你日本人你不听话 你自己承担那个代价 所以说呢 你菲律宾现在指望谁 之前日本人还能帮下忙 谁还能帮你菲律宾 对不对 你菲律宾没有任何的活路 四面的土歌了 选择起义 还是选择此路 自己选 对不对 王毅啊 外长王毅讲的这段话 其实就这个意思啊 对不对 对话协商才是正道啊 你非方啊 要认真思考中非关系的未来 对不对 同中方相向而行 起义吧 对不对 顺应这个大趋势啊 起义吧 不起义可以啊 自己选吧 对不对 菲律宾的这个外长 马纳罗啊 他表示啊 这个非中传统友好 历史悠久 我的天 又开始历史悠久了啊 双方在平等相待 互惠互利基础上 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尽管双方因海上问题 面临困难和挑战 但非方致力于通过对话 这个协商缓和局势 建设性处理分歧啊 近期双方举行南海问题 双边磋商机制会议啊 旧管控海上局势达成一致啊 体现了双方的善意 同时不影响各自的立场 非方愿落实好啊 这些共识 明年是非中建交五十周年 非方愿本着真诚务实的态度 同中方加强沟通 增进互信 改善双边关系 大家看到了吧 大家看到了吧 哎 这个态度 大家能说他不好吗 这个态度 你能说他啊 这个态度是特别的恶劣吗 对不对 然后呢 菲律宾啊 现在的这个状态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呀 大家真的是可以看看 就是关于啊 这个中非啊 在这个关于运步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达成了一个协议嘛 达成这个协议呢 这个菲律宾啊 小马克思啊 又讲了两句硬话啊 不放弃主权 他没有点兵中国呀 但是总人家 这个态度 就我不放弃主权 然后呢 结果中国这边 你不要给我反复啊 中国外交不就 直接压着菲律宾 你别在这反复啊 别在这给我出现别的声音 然后菲律宾的外长 现在见到了这个王毅 对不对 现在这个态度 大家看明白了吗 就管控海上局势 达成了一致 体现了双方的这个善意 非方愿落实好这些共识 大家看明白了吧 我愿落实好 我不找事 但是的话 说实话呀 就小马克思啊 然后他讲两句硬话 其实也能理解 所谓的这个选举嘛 你得玩民粹嘛 你玩民粹 你得让这个菲律宾人 见识到你好硬硬 好强奸 好棒棒嘛 对不对 你现在不硬 不强 不棒了 那你就没选票 没支持度了 但是哪怕我知道 你是这种情况 中国也饶不了你 你嘴硬都不行 其实关于啊 这个海上运补的这个协议啊 跟大家多讲一句啊 很多东西说啊 那个船还在 船还在 船在不在不重要 人在不在也不重要 什么重要 股权重要 对不对 菲律宾想要去搞运补 你得经过中国的同意 这就是那个协议最核心 那个问题 因为中国说了 我不知道你运的是这个啊 建筑材料啊 还是运的水 这个食物啊 出于人道主义 对不对 我让你运啊 那些水和食品 但是建筑物资就不要运了 对不对啊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态度 然后的话 那中国如何 对不对 让这个菲律宾落实这个态度呢 那就是你得让我检查呀 我怎么知道你穿上拉的什么 你穿上拉的是啊 这个这个建筑物资 还是这个水和食品 我得看一看 所以说呢 中国拥有管辖权 大家把这东西看清楚 之前跟大家讲过 尤其是聊台湾海峡 那点事 对不对 环台湾岛军演 那是军事 军事施压 逼台湾 对不对 然后把台湾压缩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 环台湾岛军演 但是大家得知道 你从历史上来看 你从这个 这个世界来看 所有的东西啊 这个这个军队 那都是啊 这个开疆拓土 对不对 攻城掠地啊 这样的一个目的 但是真正你想要 让这片土地啊 这个成为自己的啊 这样的一个地盘 你就得实施 执法权 拿什么玩意试 是执法权 海警 台湾海峡 现在就这么玩的 然后这个 在南海 也是这样去玩的 我拥有执法权 而不是说 你菲律宾拥有执法权 拥有执法权 那比开疆拓土 都要硬啊 那比什么 这个军队啊 在前面 攻城掠地要硬啊 你攻完成掠地 你不管他 那那片地方 也不属于你 想想当年 对对蒙古 对不对 蒙古啊 打下来了很多的一些地方 这个管辖权 执法权 落实的不足够好 那些地盘 也不属于你蒙古啊 对不对 游牧民族就知道干 但是的话 真正硬的东西 不是干 而是把这片地区 让它成为自己合理合法管辖的一片地区 这才能够真正的达到那个攻城掠地的那个目的啊 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 对不对 这就是中国玩的啊 反南海啊 这样的一个协议 跟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很多同学啊 就是啊 别扭我不舒服 那个船还在 那个人还在 我相信这种声音不会断 这种声音像什么 大家想想这种声音像什么 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个这个围点打圆 对不对 你围住这个点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把外边的圆度打下来 然后呢 点被围住的这个点 要自己做选择 你是起义 你还是啊自寻死路 对不对 你要自寻死路 你就承担那个代价就完了 打死你 对不对 这个时候啊 大家一定的知道 围点打圆很多同学觉得可爽了 这是军事上的 对不对 可是围点打圆很难做 为什么难做 你得有足够强的一个实力 你得把他围死了呀 你得有足够强的实力 你保证他不能突围呀 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啊 而且你还能够啊 你还得逼他 逼他什么呢 你是投降起义呢 还是啊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自寻死路呢 你得有实力 把他打死 你不仅有实力把他围住 你还得有实力把他打死 这是非常强的一个实力啊 的一方才能做出来的事 围点 而且呢 你还有足够的一个余力 去打圆 你就知道 各位就知道 这个事情有多难做了 你有十足的实力 给他围死了 让他出不去 你还得有十足的实力 能够保证你能打死他 然后呢 你还有 还有一些余力 去打圆 你就知道 这个事有多难了 结果呢 很多同学 不行 把那个船弄走 把那个人抓了 你明明知道 现在在围点打圆呢 你现在啊 这个圆还没打呢 还没打痛快 那个圆 对不对 外边来那个圆柱啊 有来多少 死多少 这多好的一件事啊 对不对 为什么要围点打圆呢 天时地利人和 这就是地利啊 在有利于我这边地区 我打圆呢 他就得拼命的往里冲 要去救 所以说呢 他得送命 对不对 他得付出很大的一个代价 你在这通通宽宽的 正准备 让你的敌人 付出代价呢 结果有些人出来喊 打死他 打死他 也就是 那个 那个啊 点 把那个点消灭了 他就不用圆了 对不对 你把那个点消灭了 他就不用圆了 傻不傻 还这么去干 那很多同学 为什么能要去喊呢 为什么跟大家讲 有些啊 喊这种话的同学 特别的可爱呢 原因就在这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玩法 大家看明白了吗 在南海是如何玩的 什么叫硬 这才叫硬 对不对 天天的啊 我不舒服 打死他 打死他 之前就跟大家提供这个问题 为什么见到菲律宾 就搂不住那个火了 对不对 然后日本 日本有点什么事啊 有些特别可爱的同学 就出来说了 不能小看日本 大家不觉得很神奇吗 就这种舆论 看着这个菲律宾就得打死 看着日本 那就不能小看 日本在中国面前 现在不成事 但不成事 也不能小看 大家没觉得 这种舆论导向 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导向吗 对不对 但是总而言之吧 咱们也就看到了 现在中国的这套玩法 对不对 为什么要围点打员 围点打员是让敌人付出更多的一个代价 因为你要去救 你救的话 你就得付出更多的代价 这其实无论是从战术 还是战略的角度上来说 它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玩法 对不对 也是非常有利于自己这一方的一个玩法 而且呢 对于亚洲边的东南亚洲边的这些国家而言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率 我中国这是最大的善意了 这时候真的是充满了佛心 佛心来的 慈悲心大肆大悲救苦救难了 菲律宾这么弱 我没弄死他 大家看着点 我中国没有说 要像美国人那样玩霸权 看谁不顺眼 就打死谁 对不对 哪怕像巴拿马那么小的国家 美国人也得展示自己好硬硬 好强强好棒棒 就跑到巴拿法 巴拿马的总统府里边 把他总统抓出来 这就美国人干的 对不对 中国人不玩这一套 中国玩的是什么呢 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这叫什么呢 这真的是非常符合人性的一套玩法 对不对 然后照顾了大家的一个情绪 但是的话 你得自己去选择那条活路 然后你选对了 你有活路 你选不对 你自寻死路啊 这还有 这还有另外一个讲究 这叫什么呢 雷霆语录皆是天恩 你自己去选咯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自己想想啊 这个我为什么对你雷霆 我为什么给你语录 你自己要好好的啊 体会体会 但是不管是雷霆 还是语录 你都得谢恩 这就是中国传统上的玩法 中国能够成为一个 几千年历史不断代的一个国家 对不对 根源就在这 然后不能 这些事啊 不是美国人能够学得出来的 美国毕竟啊 真的是一个新势力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看谁不是顺眼就干谁 根本就不想后边的一些代价 那大家想想 中国这套玩法 如果时间长了 随着这个实力的此消彼长 未来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 真的是充满了想象啊 大家想想吧 好吧 今天这期啊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